佛观一粒米,大如须弥山。 佛住世时,有一对贫穷的夫妻,住在窑洞里,家屠四壁。 夫妻俩甚至要共穿一条山库,一人出门,另一人就得在家待着。 有一天,他俩听说佛陀率领弟子,在附近托波起话,夫妻俩懂因果。 清楚自己此山之所以贫困,是因为前世不懂得布施。 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佛陀来此地教化,怎可以失去此次大好时机。 于是他俩就商量着决定布施佛陀,为自己种福田。 可是家里几乎一无所有,拿什么布施呢? 丈夫想了想,说,不管怎样,我们宁可饿死,也不能错失这个机会。 我们现在唯一上解完整的东西就只有这条山库,我们就拿它供养佛陀吧。 于是,夫妻俩便欢欢欢喜喜的,把唯一的山库布施出来。 这让佛陀的弟子很是为难。 弟子们互相推诿,一个个眼鼻而闭,不愿接纳。 最后,阿难尊者,拎着这条山库,请示佛陀。 佛陀,这条山库实在是不能穿,还是丢掉吧。 佛陀慈悲垂训。 朱弟子不可这样想,穷人的不识。 十分难能可贵,拿来给我穿吧。 阿难心生惭愧,捧着山库和穆尖连尊者一起到河边清洗。 谁知道,山库刚一进水,整条河立刻波涛汹涌,暴涨暴落。 穆尖连尊者一急,就用神通,把须弥山搬来镇压。 可是压了又压,还是无法平息这波涛汹涌。 两位尊者只好赶紧回来禀告佛陀。 这个时候,佛陀正在用斋,就轻轻捏起一粒米饭对他们说,河水翻涌。 是一位龙王赞叹穷人,能够寂静不失的怨心。 你们把这粒饭拿去,就可以镇住了。 阿难尊者很好奇,问佛陀,佛陀,为什么那么大的须弥山都镇压不住? 而一粒小米饭,就可以镇压住那样大的惊涛骇浪。 佛陀笑着说,你们拿去试试再说。 阿难尊者,阿难尊者和穆尖连尊者,半信半疑地将这粒米饭丢进河里。 河水尽一下子风平漫尽了。 两位尊者深感不可思议,难道一座须弥山的力量,反而比不上一粒米饭。 两位尊者,立刻回来请教佛陀,佛陀开示。 无二之性,即是实性,一粒稻碎从最初的播种。 经过灌溉,施肥,收割,制造,撒麦等等,累积了种种的力量。 与辛苦方可成就一粒米。 他所蕴含的功德是无量的。 正如同那条贫穷夫妻施舍的山库一样, 那是他们唯一的财物,全部的家当。 他所包藏的薪量是无穷的。 农王懂得一粒米的功德。 与一条山库的功德一样大, 都由虔诚的心念发出。 所以赶紧让河水停止翻涌。 可见,不是有钱才能供养。 不是你供养的东西有多奢侈。 数量有多多才有功德。 功德不在于外在的物质, 而在于自己的心是否清净。 只要内心足够虔诚, 你供养一百人和供养百万人的功德是一样的。 不去执着, 不去分别, 功德就不可思议, 有所求, 有所攀比。 反而一无所值, 只要虔诚一念, 小小一粒米, 一条山库的力量, 就可与千万座, 虚迷山相等。 后人将此事件写成一首记字。 佛观一粒米, 大如虚迷山, 若人不了道, 披毛带脚环。 披毛带脚环。